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垃圾徵費的最新發展 首先據報有葵聰的單棟樓已經在講加管理費 一加就加三成 佳因要包底做垃圾徵費的指定袋 最新情況如何? 基本上百尚加根都未開始垃圾徵費 也猜到未來會因為垃圾徵費的基層負擔會更多 難怪市民都是狂軍垃圾徵費的做法混亂 據報不少市民都打上電台講講大家的意見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有關垃圾徵費 葵聰的單棟樓為住戶包底 管理費立即加超過三成 居民批評沒有諮詢兼不公平 報導幾內文提到垃圾徵費4月1日實施的年日利市民 對實施的細節存有疑問 對於物館公司以大型指定垃圾袋收集垃圾包底 雖然當局說不建議不鼓勵又形容不是包底而是執首尾 但一些大廈似乎為了方便起見照樣包底 更加直接加管理費 葵聰一棟的單棟堂樓 在4月1日開始把管理費由300元上調到400元 加幅超過三成三 根據那個大廈業主立案發團的通告 指大廈劏房較多 為免個別住戶使用非指定膠袋 而令垃圾堆積如山 所以一致贊成以指定袋為住戶包底 按會月最少要用600個膠袋來計算 額外需要多花6600元 清潔公司也優惠加重工作而調整收費 管理費將會由300元上調到400元 加幅超過三成 法團強調加費屬於臨時的性質 日後住戶傳用指定袋棄置垃圾的話 將會向管理公司商討收費 有家人住在這棟堂樓的李女士 接受星島頭條訪問時表示 業主立案發團在2023年6月 已經加了管理費超過10% 又因應垃圾徵費出師有名地加100元管理費 期間完全沒有徵詢業主的意見 而業主立案發團也對居民提出的意見 制約網民甚至秘宜不談 所以就向區議員求助 李女士認為現時物管公司提供額外指定袋 對小家庭和長者不公平 因為通常垃圾較少 但現在的做法變相津貼其他人數較多的住戶 或者劏房住戶 他又說垃圾徵費的原意是源頭減費 但現在似乎製造更加多的垃圾 就說了 小袋又要入大袋 大袋穿了又說不行 又要入多一個袋 原本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個膠袋 因為政府要求就要再多一些膠袋 就確保他沒有穿無納 否則有可能不收這件垃圾 他又說政府推動的時間應該要做好一點 現在只是將責任推給大廈的管理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個垃圾徵費殺到 第一件事首先是加管理費 現在剛剛開始 據報有攜充的單動樓加管理費超過三成 因為說要用袋包底 每層樓都用指定袋 那裡也很耐用 清潔公司也說因應工作量就增加了 結果管理署就正如報道所指 出師有名就可以加管理費 估計相似的情況 將會蔓延到全港十八區各大屋院 法團等等的情況 最終加多少錢的管理費暫時未知 不過有市民認為 這樣就違背了用者自負原則 另外亦提及市民的不滿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電台封閻狂軍這個政策含糊 市民說難道要我們吃垃圾他嗎 報道幾個內容提到 垃圾徵費4月1日實施 但市民對新政策仍然充滿疑問 有市民致電電台節目表示不清楚 棄置大型傢俬費用 更有市民質疑 政府並沒有從源頭減費 政策反而只會增加堆填區的負荷 市民梁小姐就管理公司包底的問題 建議管理公司在垃圾桶最底層使用透明膠袋 如果發現透明袋裡有非指定袋 就不允許轉移離開話 他又表示不清楚現時私人屋苑如需要棄置大型傢俬 應該棄置在屋苑裡面還是公共垃圾站 亦不清楚管理公司使用什麼方法評估棄置大型傢俬 因為分為標籤和按重量計算兩個方法 他指出如果按重量計算 市民需要承擔兩個費用 包括租車費用和棄置垃圾的費用 他建議政府珍派垃圾車和夾斗車 去到屋苑協助 就說沒有理由我們給了11元 自己還要租這個私家的夾車 從事清潔行業的王小姐表示 現在已經有人把家裡的垃圾丟到街邊的垃圾桶棄置 包括紙張、廚餘等等 甚至把垃圾丟到屋邨的後巷 又質疑政府有沒有設立足夠的閉路電視 就說我就不多覺了 認為現在未收錢已經有人感恩扔垃圾 到時收錢的話 那些居民個個都拿出來扔 不用付錢 市民張小姐致電就說 如果購買外賣回家 平日會用外賣袋重新包好再棄置 如需要使用指定袋、棄置垃圾 又如何處理買外賣而有的膠袋呢? 又問如果用袋中袋來處理外賣 其實是不是在製造更加多的垃圾呢? 亦都希望來清張外賣垃圾 棄置於街邊的垃圾桶是不是犯法呢? 他建議豁免外賣膠袋 避免對飲食業造成衝擊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越來越多問題 有市民就說 我叫外賣回來又要用指定袋包著他再棄置 豈不是製造更多的垃圾和膠袋? 另外 若然貼了11元的標籤 我放到自己屋院的垃圾站 結果屋院又要用大型車輪夾走他 那裡又要錢 結果又在管理費上反映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真是一鑊足 明明在2021年審議的時間 根據效率應該可以宏觀地看到各樣情況 不過近日才有立法會議員說錯話 又到處長要澄清 結果訊息就好像越來越混亂 另外也說說這件怪話 根據AM730的報導 網上熱話 說男人鄰居日夜學罵小孩 日出康城的住戶貼告示 引爆不戰地說 報導機的難民看到 話說日夜罵個小孩鄰居不勝其煩 將軍澳日出康城近日有住戶 在大廈的公共空間貼告示 就說鄰居不論日夜都在家裡 學罵個小孩 造成嚴重滋擾 又只聽到小孩吼哭的聲音令人痛心 勸告對方有耐性教小孩 不過那則的告示似乎獲得事主本人回應 並在告示用雙頭筆帶字回覆指 可以直接找本人理論 何必偷偷摸摸 有網友在星期二1月16日 Facebook群組日出康城的群組裡 是上載一張告示 標題為 請立即停止對你家中的三歲小孩大聲地 告示寫著 你的嚇罵聲 無論是日頭 夜晚 還是深夜 都對鄰居造成嚴重的滋擾 更加指那個小孩的哭聲令人痛心 告示獲得事主回應 在告示上反擊指 可以直接找本人理論 何必偷偷摸摸 告示又對報警處理的說法 寫上立即報警的字眼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近日的網絡熱話之一 這個住戶應該日夜都聽到鄰居 每天都罵個小孩 於是故意寫了一張告示貼在走廊 當然看到了 本人看到過後就罵對方 為何不直接找我談 何必偷偷摸摸 另一箱告示上寫會報警處理 那個人太生氣 叫對方立即報警 既是如此大家怎麼看 是不是應該要立即報警 因為家欣若然有若而按 真的不知道怎麼算好 這件事在日出康城的住戶群組 不斷發酵當中 未知事件會不會有下文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